既然已经来到了隆东的中心城市沁阳 我觉得在本集应该把沁阳的几大谜团 先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解密 在前面节目的留言中 我筛选出了两个呼声最高的问题 它们依次为 一 隆东这些特殊的黄土台园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二 隆东地区为什么被宁夏隔开 成了近乎隔绝于甘肃的特殊地区 那我就把这两个问题依次为大家解答一下吧 庆阳市地处甘肃版图的东部 其政府驻地西丰区坐落在素有 天下黄土第一园之称的董志园府地 我们知道 隆东地区最为知名的就是这些园面 其中面积超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园就有12个之多 而这个处于经河北岸 马联河与蒲河之间的董志园更是其中的翔楚 其面积达910平方公里 足以装得下整个西安城区 是世界上面积最大 土城最后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块黄土圆面 其广阔程度很容易叫人误以为 这里不是黄土高原而是平原 然而这里在史前时代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圆面下蕴含了大量的石油 以及从河水挖掘出的黄河古象可以得知 这里曾是一处物种繁多 水草丰美的天堂 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无奈于三千万年前 南亚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猛烈碰撞 挤压出了青藏高原 形成了一片天然的屏障 完全阻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 高原北部的植被 受低温干旱的影响逐渐干枯 土壤裸露 下沉气流给这里带来的高气压 裹挟着细小的土质颗粒 随着飓风源源不断地朝向气压低一些的东南方向搬运 因受到秦岭与太行山脉的阻隔 这些细小的粉尘随着风力的减弱 逐渐与黄河中上游地区汇集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黄土高原 要说黄土高原是一个气候恶劣的大环境 冷冬台原就是一个避风港式的小环境 这片台原被六盘山和紫乌岭相包夹 上宽下窄 宛如一张兜着黄土的口袋 外加高耸的六盘山脉阻挡了盛行西风 使得隆东地区的南部圆多古少 气候为半湿润带 而没有被挡住的隆东北部 圆少古多山头林立 气候为半干旱带 由此也可以察觉出风石对于地形地貌的影响之大 由于缺少风石对土壤的雕琢 水石作用对于隆东南部的影响 则更加的明显一些 拿董制园来举个例子 这里的园面起初是现在的两三倍 而园上的雨水 需要向地势低一些的两侧河流处排出 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如今松树树冠一样 左右对称的园面 也正是得益于这些外力的作用 才叫我们有幸看到 诸如董制园这样宽敞的台园 这才是黄土高原最原始的样子 堪称为一片被群山呵护住的自然博物馆 常听到有人说 庆阳之所以近乎与甘肃大部分版图隔绝开 跟陕西宁夏走得近 是由于需要平衡各地军阀势力 以相互制衡的考量 这种说法乍听上去有一定的道理 可实际推敲起来却是千疮百孔 仿佛把庆阳想象成了悬在陕西头上的一把剑 可谁又有提过 不要说庆阳 天水等传统陕西观众文化圈的地方属于陕西 甚至连今天甘肃省的省会兰州 也长时间的属于陕西省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元朝统一全国以后 国家疆域空前辽阔 为了更好的管理 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 把全国划分成了十个行省 甘肃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古代史上 甘州和宿州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故把那时的河西走廊圈在一起 定名为甘肃 而兰州以西的部分为陕西 明朝建立之后 对元朝遗留下来的行省制度进行了改革 在将南方大的行省进行细分的同时 反而将陕西和甘肃两省进行了合并 整合西北各方面的力量 以对抗残垣势力的蒙古骑兵 因为这次合并 陕西一度成为中国关内第一大省 东市同关 西至家喻关 且行政和军政管理机构都设在西安 而西安却位于这个省的最东边 距离最西边的宿州有几千公里远 在管理上必然鞭长莫及 力不重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明朝中期 朝廷在陕西设了四个巡抚 分别为陕西 岩随 甘肃和宁夏巡抚 巡抚们有皇帝撑腰 业务范围和决断权力 很快发展壮大 而统一的陕西不正史思 却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行政功能 在这种大背景下 甘肃地区和陕西地区 由于隶属于不同的巡抚 所以陕西和甘肃的分治局面 就这样初步形成 清初 由于清朝疆域 向西边的新疆和北边的蒙古扩展 陕西的边防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宁夏沿随两立的巡抚 先后被裁割 甘肃巡抚 则从张叶移住兰州 清康熙二年 清政府把陕西不正史思 一分为二 右部正史从西安移住拱昌 管辖河西之地 以及林陶 拱昌 庆阳 平良四府 左部正史仍住西安 只是把陕西提督署 迁到了位于左右二部正思之间的雇员地区 陕甘实际上已经分支 但名义上仍属一省 这在当时的行政计划中是个特例 清康熙六年 正式将陕西右部正史思 改为拱昌不正史思 两年后 拱昌不正史思 移住甘肃巡抚所在地的兰州 并改称为甘肃不正史思 通称甘肃省 至此 陕甘分治的过程最后完成 重观版图 此时 属于观众文化圈的 庆阳和天水地区 就已经从陕西分开了 不过 由于宁夏仍属于甘肃省 甘肃的版图 就像一根完整的大鼓棒一样 看不出来有啥不对劲 一些人仍旧承袭甘肃就是右陕西的观点 我们今天看到的甘肃版图 两头大中间细长 那是它被剃肉流鼓之后的样子 即使如此 它的面积仍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 足以见得它之前的庞大 还记得在北洋军阀时代 甘肃有八个镇守使 回族 汉族 各占一半 这八个小军阀之间 以及他们与甘肃都军之间 都是彼此争斗 尔虞我诈的关系 但总体上来说 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直至1925年3月 升任都军的原垄冬镇守使 陆鸿涛中风瘫痪之后 其亲信 第一旅旅长李长青 因利益分配的原因 选择了叛变 夺取了甘肃陆军第一师的控制权 之后 还有种种事端 都是在西北王冯玉祥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就连冯派过去掌控局面的刘玉芬 都疲于应对 1926年9月 冯玉祥的嫡系部队国民一军 武力消灭了陆东张兆甲和陆南孔凡势力 并对八镇进行了重新的整合 而冯玉祥最终的想法则是 裁撤掉所有的镇守使 斩断甘肃各剧的根源 四个汉族镇守使是自己人 彻与不彻一句话的是 而四个回族镇守使撤起来有点难度 1928年9月初 冯玉祥受益几方人马薛赌臂提出议案 以青海宁夏距离省城太远 交通不便 发展不易为由 提议将青海宁夏从甘肃分离 各自设立行省 表面上来看 分省有着发展的考量 可还有着更深层隐藏的原因 青海宁夏分别是马骑和马洪斌的地盘 他们声称服从冯玉祥的命令 但毕竟不是自己直接掌控的 冯玉祥不放心 因此他想借机渗透进去 加强对这两地的控制 随着由回族军阀控制的宁夏镇 和后来梁州镇的局部 从甘肃版图的分离 汉族军阀陈玉耀控制的隆东镇 则从甘肃的版图上保留了下来 形成了如今隆东地区 单独深入陕西府地的特殊版图走势 好了 青阳的上一集就给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一集才真正的回到主题 开始全方位的介绍 庆阳的中心西风区 为了叫更多人留意到 刘俊阳航拍记录中国这个节目 期待下一集的同时 记住务必要点赞 关注和评论 这样才能给予我们 更持久的更新动力 为谱写中华城市 旅游路线图的公益事业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吧 感谢观看